放眼望去粉色白色交織而成的櫻花 还没不胜收 游客拿出手机抢着跟美景合照 很棒专业的吧 有专业的原意 感觉有专门打理过 然后特别是有配合这些凳子啊椅子 就是很享受生活 粉嫩的櫻花树和蓝天白云相互回应 不说还以为身在日本 但这里其实是南投新一厢草坪头茶园的櫻花树盛开 游客抢着和限定的冬季美景留下合影 南投新一厢的樱花盛开 商场说现在正是这家的赏银期 而同样在南投竹山镇的八卦茶园 被垂鹰围绕 开出一条粉色的樱花大道 樱花季节来临在中部地区 有哪些地方可以追樱花 南投的竹山镇有红枝垂鹰 往山区走新一厢还有山樱花 跟八重樱可以欣赏台中高海拔的山区 在大雪山森林园区有物色樱盛开 一路开到三月份 另外在武林农场则有粉红家人 和昭和鹰可以欣赏 最佳赏花旗就落在二月份 福寿山农场则有青鹰园 预计在二到三月份满开 中部地区的樱花一路到三月份 都有不同的品种樱花接力盛开 现在民众不用出国 就能体验有如在日本的赏银美景 华尔轩的门银终于光州大响南投报道